在卜博的饼皮上铺满芝麻 再放入火炉里摇烤 带有橄榄香气的摘接月 淋嘴美味出炉 只是乌俄战争 推高原物料 小麦 芝麻价格 各国穆斯林最近想要来上一份点心 恐怕得再精打细算一些 像是在埃及从乌俄进口的穀物 就高达31% 只是乌克兰现在超过三成农地 沦为战场 粮食出现缺口 进一步推高价格 当地就志工煮起大餐 让民众在一天祷告之后 享用免费开斋饭 至于在苏丹 民众在大锅里头搅拌玉米粉 张罗摘戒月传统点心 只不过同样受到乌俄战争影响 芝麻价格玉米期货价格 刷新了九年糕点 当地志工团决定每天分送 一千两百份摘月餐 送暖偏乡 全球粮食价格飙升 只不过从乌俄开大以来 已经有八十到一百艘散户船 因为军事封锁 无法离开乌克兰水域 导致运费高涨 对于粮食进口的亚洲 与非洲而言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美国财长叶伦十九号就点名 俄罗斯要为粮食危机负责 否则在通膨与战争的恶化之下 恐怕至少有一千万人会陷入贫困 继续理解 王志明报道